保護心血管的料理 今天雷師傅要做的是 一樣很清爽很清涼的一道料理 我們今天做的是 海魚西芹的蔬菜捲 一樣 很簡單 當然我有準備一些半成分期 因為要需要一點時間 一樣我現在把魚的部分 片成一片一片的之後 也是用什麼魚 其實我今天用海鯛魚 海鯛魚 我們現在把它片成一片一片之後 首先先放的是西洋芹 西洋芹 我們把那些纖維紫菜挑不掉 留那嫩的部分 第二個我們再來是 紅椒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我們就是秋葵 秋葵把它放進去 接下來是香菇 放進去之後 一樣我們就是這樣子 把它捲起來之後固定 很多觀眾朋友都說 有的時候料理 食材要準備一二十樣 我們都告訴大家 其實你冰箱有什麼 就可以用什麼 甚至其實有時候 這麼簡單也可以 重點是挑對身體好的食材 它就可以有幫助 你看我們今天挑的食材 我都從頭到尾一直變得 講說很簡單 對 但是你這食材 是有特別保護心血管 還是說就你家冰箱 沒有辦法有剩下來的 是冰箱料理 我跟你講 我家的冰箱 滿滿滿是不是 沒有吃那麼差 沒有吃那麼差 我們家冰箱裡面 都是很好的食材 山珍海味 對 都很好的食材 蠻好的 然後香菇等等 有什麼幫助在夏天 其實夏天我們很容易流汗 脫水的話 剛剛提到 甲泥脂容易流失 鈉泥脂容易流失 它裡面有個食材 西洋芹 它裡面是屬於高甲 然後其實西洋芹 你直接吃它 它會有一點鹹鹹的 所以它裡面也有鈉 所以它是屬於蔬菜裡面 鈉含量比較高的 非常適合夏天來吃 然後特別強調就是說 預防性血管疾病 秋捆非常重要 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會有那種黏黏糊糊糊糊糊的 它可以去穩定我們的血糖之外 又可以讓我們的血脂可以代謝掉 所以其實這一道非常好 但我覺得最值得加賞的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 預防心血管疾病 烹調方式是最重要 因為你食材再怎麼健康 如果你今天用油炸或是高溫 其實就不對了 但是今天我們雷師傅 它是用水蒸水煮的方式 它可以降低所謂的高油的 烹調方式 然後另外它的調味料 也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吃 胡椒跟這個是 沒有 沒有胡椒 醬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義大利重量的香料 這是魚膏湯 很簡單的魚膏湯這樣而已 對 所以調味料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烹煮方式是屬於 我們在講說清爽的 就是水煮 清蒸的方式 你這樣子來講 你的好食材 就可以把營養價值完全流止住 其實夏天 如果吃炸的跟大火快炒 有時候會覺得燥 小柯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會 對 就是如果吃太燥的東西 我覺得整個身體的那種 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特別明顯 所以我覺得那個烹調方式的選擇 真的很重要 好 所以今天雷師傅 剛剛把魚膏湯加下去了 對 我稍微給它煎一下 煎一面就好了 不要讓它感覺很燥的感覺 我現在把魚膏湯加進去之後 蓋起鍋蓋 讓它有點像半燜半煮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這是醬油膏不是胡椒 把它放進去 對 放進去在這個調理盆裡面 接下來要放一點檸檬汁 檸檬 對 檸檬汁讓它清爽一點 把它放進去 你用檸檬汁就讓我想到那個 泰式還有越南料理 他們都加滿多的檸檬 對 就是酸甜感 譬如說他們可能會加一些 蔥薑蒜 檸檬汁 還有一點點魚露提香 那只是檸檬對於在夏天 為什麼他們用這麼多 他們天氣比我們還熱 其實檸檬裡面最重要的是 有機酸 有機酸它可以提升我們的精神 它可以製造我們的能量 所以夏天有時候不要疲勞 熱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精神 然後檸檬又可以刺激我們的 味覺 口水的分泌 讓你增加食慾 好 我現在把這個調味料 調得很均勻 就是把這個檸檬汁跟醬油膏 調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 整個這個魚的感覺 那種魚捲的感覺 亮亮的 那熟透了之後 其實就OK 我們現在把它一捲一捲 把它拔起來 所以你的醬油膏 加上檸檬汁要淋上去的 對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牙籤的部分 把它拔起來 還要拔牙籤 在拔這個牙籤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不然很容易就會怎麼樣 就會散掉 好 那在做這個 讓雷師傅在幫魚整形的同時 來 康醫師你說有一個方法 大家在看電視可以邊做 有點像超級瑪莉 對 我剛剛講過是說 我們的腳 或者說會靜脈曲張 我們的病人很多人 會有靜脈症 經濟症候群 那對於一般人 我們跟他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會說我的腰閃到了 下肢什麼骨頭又怎樣 哪裡歪哪裡不能動 所以我會教他比較簡單的 當然你就坐在椅子上 你自己腳就是腳要自己 要這樣動 那年紀很大 但是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你應該是要這樣子 這樣子 但是你看電視 不是只有五六次 看電視廣告時間 或是看電視看半小時 你要做半小時 半小時 不能從手同腳 對 可以 但是在看起來 人家會覺得你不靈活 那你另外進階版 除了這樣以外 你可以用跳的 這很靈活 對 OK 像超級馬力一樣就對了 這樣對你的小腿會很好 好 那我們雷師傅這邊也差不多了 對 其實我們就是 把它這樣子放上去之後 就這麼簡單 把它放這樣堆疊起來 感覺就是漂漂亮亮就好 到時候把這醬汁淋上去 其實這道菜 有完成了 試試這道海魚西芹蔬菜捲 將新鮮的海魚 放入各種蔬菜捲在一起 清爽開胃豐富口感 幫你護腥調節膽固醇 在夏天護腥很重要 不要以為中風那些 只有冬天夏天也會 那大家吃很多水果 像西瓜那一類 水分是不是就可以少一點 對 其實夏天的水果裡面 像西瓜 哈密瓜 美容瓜 它除了高甲的特色之外 它水分很高 所以家裡如果老人家 不喜歡喝水的話 其實可以切一碗的 這種瓜類水果給它吃 但是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夏天的水果相對糖分也會 比較高 所以不要打成果汁 我們用咀嚼的 然後一天控制在兩碗 那是最安全又最健康最營養 所以很多人喜歡喝西瓜汁 你反而沒有建議囉 對 因為它的這個量會比較多 然後相對糖分也會比較高 所以可能會讓你的 酸酸甘油脂暴增 好 那麼在夏天大家都注意囉 水分一定要攝取夠 尤其六大族群 趕快看一下我們剛剛那一張 保護自己跟家人 下次見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